如何快速的画写实樱桃 follow me 铅笔画个心形 概括出樱桃的果肉 弧线连接出樱桃的凹陷处 再用两根弧线画出梗的形 添加一个椭圆形的弧 这样樱桃的形就完成了 用红色描一下樱桃的形 黄绿色描梗的轮廓 OK 开始叠色了 大红色从边缘往中间排线 再由中间呈发射状的往外排线衔接 这样就流出了樱桃的浅色纹理部分 红色密集排线压去画面造点 这样画面会更加赞哦 加这么仔细 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一个赞或者关注呢 谢谢 褐色和黄棕叠加果壶颜色 白色提亮果壶与果肉的衔接 红棕加深果壶周围的局部颜色 可以更好的衬托果壶 再用红棕明确樱桃轮廓 加深凹陷处 最后点上我们的小高光之后 红色调整一下高光 黄绿 橄榄绿 草绿 依次叠加梗的颜色 黄棕和褐色加深梗地位置 最后再用红棕和浅灰与褐色 叠加出投影颜色 就完成了 再用红棕和浅灰与褐色